了解 Hello大家好我是Hummer 好的來玩我們的KOFPS 那看到影片就剩下一天啦 大家活動該換的換一換 該做的做的做 我自己也會趕快來弄弄吧 草居應該是沒問題可以夜轉化加三星吧 應該啦 因為我還沒抽完 我就留著上次抽完就一直放著這樣 那這一期本來想要來玩路卡爾嘛 可是因為 因為又出BUG啦 BUG沒辦法 公告是說什麼時候 明天嗎 27號嗎 我來看一下 967號12點才會出現終極路卡 他這個BUG已經好幾次了 兩次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就繼續玩及時 那變成說我的角色要換一下 那剛好上一集有網友提到說可以用那個 夜草居嘛 夜草居隊長是60%嘛 然後可以給ES格鬥架用 然後ES格鬥架的ES技能都比較強 那這邊是家暴機率 我們就來玩這個看穿 這個一樣我剛剛也重置了啦 重置了一下 然後把集中換成 原本是集中嘛 把他換成看穿 集中也可以啦 也可以 傷害也是ok的 但是草居 這次畢竟是第一彈 傷害沒有後面那其實是強 所以又可以改成輔助這樣 也是ok 好 裝備的話就這樣 反正我們還是靠我們封建人來打啦 那我就 玩這個 集中加暴擊率 基本上我一直暴 就是我這隻封建人是零充號嘛 零充號 這個暴擊率是50%嘛 那你那個20%加上去就是70%啦 因為暴下去應該是紅字吧 暴擊好像是紅字 就數字好像是紅色的 然後上一集我有說打手的部分嘛 負面 是這樣子啦 負面有那種 全體隊員啦 然後我們一些技能也有全體的啦 那因為我昨天用的那一隻是必須打到敵人嘛 那個機師無敵的時候就 就打不到 打不到就不能上父母 這隻花狼 畢竟還是沒有像什麼全體的目前 龍吧 龍以前有 空氣波動拳啦 這波動拳空氣打空氣就可以上電擊 他是雷擊啦 這我都知道啦 有玩偶提醒嘛 然後雪魯咪也有吧 所有敵人 所有敵人負面 所以如果你用雪魯咪 也蠻好打的啦 打那個機師的話蠻好打的 雪魯咪也是可以啦 只是雪魯咪這個就要換一下吧 欸他的那個輔助是什麼 可能是增加電擊吧 增加電擊傷害吧 那算啦 沒什麼用 那我這次打算就玩一下那個 夜朝地嘛 攻擊人還有蔡寶騎 蔡寶騎的那個猛打 那怎麼搭配 就是 猛打放下去之後他可以重置嘛 輪替重置嘛 那我們可以立刻可以換那個 夜朝地 使用這個看穿 或者是他先上看穿 呃 反正他們都是輪替等待時間重置的啦 所以我打算先上蔡寶騎 的那個猛打 然後再用看穿 夜朝地的看穿 然後再搭配 封堅忍的超級中 這樣打一波傷害啦 可能 畢竟暴擊率這種東西就有點 看運氣吧 因為這次花狼他的格鬥家他的攻擊力是65%啦 但是給鐵拳 那個菜寶騎就沒吃到 他是粉碎嘛 這個也不錯啦 35% 也是OK嘛 上一期我有用啦 可以打30B嘛 其實打得順的話 這個號30B應該都是可以啦 我覺得應該都是可以 好 那就來吧 我還沒有練習好 我就邊練習邊錄 失敗就衝啦 因為我還在 還在練習那個 輪替的順序嘛 因為你要上打手 上那個洞傷 還有那個 雷電擊的打手 然後我要那個 暴氣 不是暴氣 用ES技能 然後又要換人 那我打算的換法就是 草剔先出嘛 然後封堅忍 草剔完 蔡寶騎 然後封堅忍這樣 我們再進來看吧 再 兩天吧 兩天格魯家就要出爾 到時候 紅寶石不夠就下一輪吧 我會建議你紅寶石如果只有兩三萬的話就不要 不要抽了啦 抽一輪沒有用 很難三星 除非你運氣超神 至少兩輪 才有機會選擇你三星 ES格魯家至少要三星 那五星的話就可以玩這個ES技能 好 我就草剔先出嘛 技能231吧 隨便231然後 叫這個洞傷打手 然後換蔡寶騎 傷312吧 然後 叫這個血乳咪 然後封建跟傷息一樣就打一波傷害 打完之後就 草剔出 可以先出草剔 奧義 其實我覺得 他們可以互為 互為重製 你們知道嗎 重製他也重製 互相重製 是蠻厲害的 這個還要再想一下 但是我打算待會用的方法是 草地先出嘛 然後藏奧義 草冠菜寶騎 藏奧義嘛 如果那個 因為他們的那個ES技能是40秒比較久 如果不夠的話就補個內建奧義 內建奧義你可以看到那個冷卻好好的美 好了之後你就叫 你就弄嘛 重製之後他不是有個15秒內嗎 然後他 他可以再叫出來 然後再用那個ES技能看穿 猛打王看穿 然後再換封建人 就是會這樣跳 草剔可能會出兩次 我可能會出兩次 那目標就不用40B吧 有30B就好 我覺得40B就是你要很順 練習要很順就可以40B 好那我們今天就玩這個 就等該版然後玩這個 然後其實那個路卡爾我還沒玩過 我也蠻想玩的 因為之前我已經很久沒玩這個 機師跟路卡爾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傷害就是破關就好嘛 可是因為這是五星 這個是 滿星的格洛加 可以玩一下那個ES技能搭配 上一期我是試雙粉碎嘛 那這一期我就是試看穿跟猛打 一樣是搭配封建人 超集中 OK來吧 好再來 我剛才已經打完一場30B了 我大概試一場 主要是那個草剔 這很大喔 沒有躲牠 我那個節奏再抓一下 這個跟傷息一樣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最優打法 我就這樣打 最優打法搞不好網路上有更多嘛 更多的一些 教學啊 這裡要趕快放奧義啦 我不是貪招 想說回氣 用普攻貪招 要把牠震我 我剛才學穩膩的奧義然後 我剛才學穩膠 最近7000 7-8000吧 小心無敵啊 無敵我又 不能回氣 好 好 我就用這個循環來打 借不過你就 玩一下嘛 玩一下 風神犬狂咒一波 紅字 應該就到擊啦 這個輪替方法就是那個上面那個打手每次都固定 你只要練習越熟有沒有 你換的越快 出招更快 你那個殺就一直提升上去 可惡啊 沒打爆啊 無敵了 缺點 剛好沒氣 他轉不夠久 他轉不夠久 他轉久一點 你可以在那邊轉啊 多轉一點 回回氣 會增到 偷偷偷偷普攻一下 不然這個草地氣不太夠 我來 我來 怎麼還無敵啊 我現在剩幾秒 反正30P一定沒問題啦 因為我這個已經 練習好幾次 對我來說還算輕鬆啦 揍他 26了 26B 有點吃力啊 這次打沒打好 他就一直給我無敵啊 因為他就一直無敵了 搞不懂 無敵好幾次 這次 剛剛這邊都無敵嘛 無敵又浪費2秒 瘋狂揍他 32B 看看再打幾輪吧 一人一隻手重駐啊 我打 我打 好像剛放了兩次 可惡 我無敵 又浪費2秒 那我沒氣啊 菜火器 我給你弄一些回氣的東西啊 啊 賺到我了 好啦 就這樣吧 就這樣 不要打完 不要打完 差不多啦 就 感覺現在拚要很順才有辦法試試試比 我啦我啦 這個組合 不過我覺得這個組合還有我這個打法 我覺得好像比上一期還要再來的強一點 三型那個 SS的花朗有點弱 我的感覺啦 然後這個因為剛好這個隊長機都有配嘛 雖然是60% 不是65% 然後用打手 用打手傷害也比較低嘛 因為這個打手有配 這個打手沒有配 這個沒有配 好 那這集就玩這個看穿 猛打 超集中 目前大家就這些吧 有一些輔助的 加爆擊率的 有沒有加爆傷的啊 阿莉莎是什麼 阿莉莎這家爆傷 欸這個也可以試齁 我本來也想試 我本來也想試這個全神 因為今天剛好沒有路卡爾 我明天來試一下全神 因為阿莉莎是那個出血跟中毒可以打那個路卡爾 只是她那個 她那個 出招有點慢 會卡 這招好像會卡 有一招會卡 就覺得很難用 有一招那個 可能是這招巨人的吧 巨人這招會卡 而且這招巨人的 極限護甲在這裡喔 那可能就是1 2 到時候可能是1 2 3 1 3 這個2就不要按 因為這個劇好像很浪費時間 我印象中啦 我明天再來玩一下好了 明天再來玩 今天就先這樣 我玩了這個草地 這是加爆擊力 我覺得加爆傷應該也不錯吧 應該會更痛吧 呵呵 我不知道 明天試試看 只是又換了那個阿莉莎 阿莉莎比較弱 可能搭配的就是一樣是那個什麼 就一樣搭配那個 花狼吧 花狼當隊長吧 這個阿莉莎這個有重置嗎 有啊 也是有重置的啊 15秒嘛 那花狼有沒有重置啊 花狼沒有重置啊 所以一樣是阿莉莎先出嘛 花狼夢王 阿莉莎 阿莉莎 阿莉莎重置之後花狼 然後再按放這一招 那就連續吃的到兩個 一個是收藏傷害量增加35% 一個是爆傷40% 好 下一集就玩這個吧 看看啦 看看 全神 這個鐵拳越來越強 只能這樣說越來越強 好的 我是哈萌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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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啦 Пр 了 二言 Ko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